各位會眾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這一場議程 在開始之前 我稍微跟大家介紹一下 兩位講者 一位是李璞 李璞目前在中華資安國際 擔任諮詢安全研究員 他專注在於逆向分析 APE相關的分析 之前也是一個CTIF Player 我們也有一起打過比賽 另外一位講者 管皓算是非常新的研究員 他剛剛跟我說 他讀資安才兩年 但兩年就已經可以站上講台了 非常優秀 之前在中華資安擔任實習生 最近轉正了 所以我們也恭喜他 變正職了 這兩位他們在中華資安 都處理一些惡意城市相關的分析 我們今天帶來的題目 AI搭把手 推導PHP加密圓碼的高牆 也是因應他們的日常工作而生的 他們日常拆二一層式 所以就想試試看 如果我們用這種language model 是不是可以處理這一類的問題 剛好也延續我們早上第一場 Keyno一層的主題 我們可不可以用 large language model來做reversing 這裡我們再把它更進一步 large language model 可不可以幫助我們 做一些decoding和decryption 那這邊就有兩位講者 來為我們解答這個問題 那讓我們掌聲鼓勵 換一下兩位講者 謝謝主持人 那大家好 歡迎大家參加這場議程 那我是李璞 目前任職於中華資安國際 在建事課擔任資安建事工程師 那我主要的工作內容 就是做一些惡意城市樣本的分析 那今天的主題呢 就是我們在實際的場域上 遇到了一支 被加密保護過的PHP惡意城市 那我們在分析的過程中發現 我們可以引入最近最新潮的 大型語言模型來協助我們 好 那接下來就請我們的同事 來為我們分享 好 我們 喂 喂喂喂 好 我們謝謝李福介紹 那個 大家好 我叫我觀濤 那就是一位菜鳥 對 對 對 大家這樣理解就好 然後我覺得這個 這麼多人來看我的 呃 議程我覺得好可怕 好像那個 好像那個在面試研究所的時候 那底下教授這樣看著你 呃 幹 我就是 現在全身都在發抖 好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開始今天的講題吧 呃 那在這邊要感謝 那個中華治安國際 呃 中華治安國際爸爸 呃 提供我們這樣子的 提供我這樣子的一個機會 可以來研究這個議題 然後並且也分享給大家 這樣 好 然後呢 也要特別感謝我們 呃 呃 組內的同仁 包含 呃 花花跟李璐 那是他們兩個提供給我這個題目 還有呃 凱慶 凱慶他 就是幫 在這個議題上面幫我很多 然後最後還有一位 可能大家 不太認識 但是叫 一位叫謝廷偉的同事 那他也是非常非常的 呃 幫助我非常非常的多 這樣子 然後也是感謝他們 我今天才能那個 即時的報告改完 然後上來這邊跟大家分享 好 那 跟各位講一個故事吧 就是有一天呢 呃 李璐跟花花呢 他們就突然丟了一個 奇怪的檔案過來 然後呢 他們說這是一支PHP Web Show 但是呢 打開裡面好像怪怪的 裡面長這個樣子 它看起來是PHP沒錯 但問題是下面這堆 這是什麼東西呢 而且看起來也不像Web Show啊 好 呃 這就是一個 呃 有做趨勢別化 但是其實 不怎麼趨勢別化的一個 呵呵呵 的一個畫面喔 就是 呃 可以在這邊可以發現說 欸 我們今天看到的這支PHP的Web Show 它已經被 一個商業的 呃 加殼軟件加密了 那我們 要想要去分析裡面的東西的話 我們該怎麼辦 好 那 於是乎呢 我們解殼旅程 就這麼開始了 好 出發 好 那 要在 呃 解開這個PHP的這個加密殼之前呢 我們首先還是要先 我們首先一定要先了解就是PHP它的 呃 它的工作模式到底是 它的一個工作流程到底是怎麼樣 那 我們先有請ChartGPT 來為我們解答 這樣 然後呢 我就先去休息啦 你們慢慢看 好啦 我知道你們 我知道大家來這邊也不是過來看ChartGPT的那堆 就是這些亂七八糟的字嘛 那 那 簡單來說 呃 簡單來說 欸不對 他說不簡單來說 那 那個PHP在 呃 你寫好程式嘛 然後丟到它的一個 叫做 Zen Engine的一個 內核裡面去執行之前呢 它會先做那個 就是大家 編輯器設計 編輯器原理 應該都會學到的 那個Lexical Analysis 跟 那個Syntax Analysis 然後做完了之後呢 會把它轉成 就會把它 Compile成 呃 PHP它 Zen Engine看得懂的 一個格式 然後呢 最後去執行 然後呢 就會發現你的Code爛掉了 然後你就開始打電腦這樣 好 那先談到 Lexical Analysis 跟Syntax Analysis 這個部分呢 大家有沒有看到 就是有學過編輯器設計的人 應該都會很熟悉 這個YY這兩個字 就是 那個回憶都湧上來 有沒有 然後你看看這一排 這排藍色的字 欸 有沒有像Bison的Code 有沒有 所以就是可以看到說 PHP它是用Lexic 那個 它是用Lex跟Bison 來做這個 Analysis的部分 但是當然 我們今天的講題 肯定不會Focus在這個嘛 因為講完之後 大概今天 今天大概大概 十二點才能走 對 所以我們會跳過這個部分 那直接看到說 欸 它Compile 它在那個PHP 在Compile完你 你寫的Code之後呢 它會把你的Code 用一個Function 為一個單位 的形式 存在一個叫做 OPArray的一個結構裡面 那大家可能會好奇啊 那那Main函數 那Main函數呢 Main函數其實就是 你隨便亂撇 在你的那個 那個Code裡面的 就是沒有被Function 包起來的東西 就是它的MainFunction 那它也會一樣 被包在一個 OPArray的結構裡面 那可以看到 我們想要去 逆向的話 首先我們就 我們想要去逆向這個東西 我們首先 就要先去了解說 OPArray它的 它的究竟是一個 是怎麼樣去儲存它的一個Data 那可以看到說 這四個大概就是我們需要知道 就是我們想要把 那個Code還原出來 我們需要知道的資訊 那包含說 它的 傳進去了參數的一些設定啊 然後它的OP Code指令 就是它的 OP Code就是它的指令 然後呢 它炫告了哪些變數 還有它裡面 用了哪些常數 之串之類的東西 那在OP Code這個部分 我們再把它拆開到 記憶體裡面 就是到 記憶體裡面去看的話 就可以看到說 它存了前面 它的結構是這樣 它是存了兩個 運算值 跟一個運算結果 然後呢 Handle了呢 就是PHP裡面 它自己定義了 大概一千多個 Handle function 然後呢 去執行所有 你想要做的任何事情 對 然後呢 最後面 這四個Byte 會給其中一個Byte 去儲存它的OP Code 那這個OP Code呢 到時候就是我們 在把 逆向還原出 它的OP Code 的時候 會很重要的一個東西 因為我們要去讀這個Byte 它裡面寫的是什麼 那 簡單來說 Zen Engine 它就會把 你的程式碼裡面 需要用到的那些Data 全部存在OP Array裡面 然後其中OP Code呢 會存放它 你的基本的執行指令 就有點像是我們 Assembly Language那樣子 只是它是一個Stack-based的 一個OP Code這樣子 然後每一個OP Code呢 它的最開頭 都會指向一個Handle function 然後呢 在你的程式被執行的時候呢 那個PHP就會去調用那個Handle function 然後呢 把你的資料丟進去做執行 所以它底層其實是一個C語言的一個架構這樣 好 那簡單 那簡單來說 它在執行的時候 圖示大致上就是長這個樣子 就是呢 你把PHP script丟進去之後 它幫你做Compile 然後Compile之後 它會存到一個 它會存到OP Array裡面嘛 然後呢 接下來丟進ExecuteData的這個 function 然後呢 ExecuteData會把你的OP Array 轉成一個可以執行的形式 然後呢 再去呼叫ExecuteDataEx這個 function 然後就開始去做 Whatever you want這樣子 然後 所以說呢 我們只要 從這個地方 把OP Array撈出來 就可以拿到我們所有需要的資訊了 好 今天報告到此 謝謝大家 好啦 就在我以為就是 事情就這麼簡單結束的時候呢 那當然不可能這麼簡單嘛 不然我怕Heacon會叫我賠錢 對啊 當然不可能這麼簡單嘛 那我們進去 挖下去了之後呢 發現呢 欸 這個OP Array裡面的東西呢 是空的 你如果 你如果Output它的話 它會出現一個 0x00001的一個 位置 就是它把你的那個 儲存OP Array的位置 那個地址寫 副寫成1 讓你什麼都看不到 什麼都拿不到 那之所以為什麼 他沒有辦法做到這樣子的事情呢 之後會再跟大家講解 好 那接下來就要 談到我們的好朋友 就今天的好朋友 Ian 那這個Ian呢 他會 去 去hook你的那個 就是剛剛提到的 CompileFile跟 ZenExecuteEx 這兩個function 等於是說 它把你的 就是 Compile的這個部分 跟執行的這個部分 這兩個function 直接hook掉 然後呢 最變態的是呢 它直接在 它的Decoder裡面 實作了整個 Compile跟Execute 所有需要用到的 包含 它所有一千多個 Handle的function 它全部重寫一遍 然後 它把 那個 CompileFile的方式 因為它有經過加密嘛 所以它CompileFile的方式 完全不一樣 所以它是直接 等於算是直接 實作了半個Zen Engine出來 所以呢 你當然從那個地方 撈資訊什麼都撈不到 因為它全部 在它的DLL裡面 自己做完了 然後包含到 執行結束之前 它都不會再碰到 Zen Engine 所以呢 它就可以很合理的 隱藏OpCode 跟Literals Literals就是它的 常數 包含字串啊 然後一些 Integer啊 那些東西 都把它藏起來 然後呢 我們就找不到 我們要的資料 然後呢 拉出來的東西 就會看到是E 對 那 不得不佩服啦 那麼 他們EM的那些工程師 呃 滿厲害的 也滿辛苦的 OK 那 不會做 之前 以前高中的時候呢 有一個數學補習班老師 告訴我說 當你遇到 你不會做的題目 你要怎麼辦 很簡單嘛 你就做做看嘛 呵呵呵 不會做怎麼辦 做做看 好 那我們就開始去猜 IonCube 他到底 不小心 說六嘴了 就是我們EM好朋友呢 他到底 到底裡面在幹些什麼 那首先嘛 你想要去 取代這兩個function的話 首先你還是要先hook 那我們有找到說 在那個 他的 他的 EM的DLL裡面呢 有hook到 他CompileFile跟ExecuteES 就是他的 Compile跟執行的這兩個功能 然後呢 在這個 這個位置呢 他會去把他 Littoral裡面的東西 全部還原出來 然後呢 接下來就是 opcode 他也會在這個地方 被載進來 然後呢 指回到oparrate 也就是說我們後來發現 他的opcode 這一段呢 他是把他指到了 另外一個地方去 就是另外一個很神奇的地方去 他在他 那個轉成ExecuteData之後 那個 就是可執行的那一段 資料 的時候呢 他才會把opcode指進去 然後呢 最後就是 這是他執行handle的地方 那我們點進去看到 就可以看到說 他在 他首先呢 他去load了一個 就是一個key table這樣子 就是裡面存他要 那個跟 你的handle的exode key 因為你的handle 就是你拿到了那段opcode之後 那你的handle還是被一個 被加密過的 的一個形式 就是你會看到說 那個handle function指向的地址 並不合理 所以呢 就可以看到說他裡面其實有 對handle去做一個加密處理的部分 那我們拿到了這個key table之後呢 那個程式呢 還會再去算說 你現在應該用哪一個key去做exode 然後呢 去把那個key展開成一個 46bit 欸 去展開成一個 64bit的一個 一個數值 然後去跟你的handle做exode之後呢 你才能拿到他真正 具體來說是 呼叫了哪一個handle去執行你的function 那透過以上的這些發現呢 我們就可以去 我們就可以來搞事啦 那很簡單 我們用details去hook他的library 也就是說那個 他hook php嘛 那我們就hook他 然後呢 在他執行那個handle之前呢 我們去hook這個function 然後把他的handle解回來 然後呢 最後再塞到我們有一個 就是php可以用來印opcode的一個插件 叫VOD 我們就把他所有的資訊 該有的資訊 就是我們去修改php的內核 然後呢 去把我們需要的資訊還原出來之後 塞到VOD裡面去 然後呢 他就可以印出 就是最後opcode的部分 我們就可以拿到 他這個程式應該 大致上要長什麼樣子 那這就是他的 這就是我們前面拆解這個 加密殼的過程 那大家可以看到說 就是 這段東西呢 你要讓人眼去閱讀它 其實還是一件蠻困難的事情 所以呢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來想想看 我們要怎麼樣把這些 這些assembly code 把它還原成php source code 然後讓大家可以更輕鬆的看得懂 這樣 好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的 反編譯環節嘛 不過 在開始研究反編譯的時候呢 出現了一點小小的插曲 就是呢 我的成績出來了 就是學期末成績 啊 終於出來了 就是那個 一修再修 就是大家都聽過嘛 好克制的一修再修嘛 那我二修的編譯器設計呢 終於成績出來了 結果我拿了筆簡 呃 看來這個成績 不足以支撐我去寫一個反編譯器 唉 怎麼辦呢 那 魯迅曾經說過嘛 呃 狗住 狗住就是活著 對不對 狗住就能贏 所以呢 到時候呢 要怎麼辦我們還是得做做看 對啊 我們不能在這個角 我們不能在這個地方 就停下來就放棄 因為議程還有26分鐘 對 好 那 那沒辦法呢 我們就得開始做做看啦 但是有一天呢 欸 我在跟同事們閒聊的時候呢 凱慶呢 突然提出了一個問題 欸 最近 LOM不是 這個大語言模型不是很流行嗎 GPT不是很流行嗎 我們要不要把這個 它的OP code丟進GPT裡面 來看看會發生什麼事情 結果呢 哇塞 哇塞 這是GPT它 我們只是把這個東西 直接塞進去 然後呢 GPT呢 就可以產出 這樣一個 非常像PHP的東西 欸 感覺這個 這個方法好像有料喔 那 當然我們 我們不能就說 欸 這長得很像嘛 那這就好啦 那我們就長這個 我們就這個樣子啦 喔它很棒啊 好棒棒這樣子 我之前有跟某一個人提到這個概念 然後被罵個臭頭這樣 所以呢 我們還是需要找到一個 可以去量化它究竟可以用 可以有多大的能力去反編這個 反編這個 反編這個PHP 對不對 我們還是要有一個可以量化的方法 然後呢 呃 我問了一下GPT 我們該怎麼 GPT該怎麼辦 然後呢 它跟我說我們要先產生 呃 這叫什麼 Program Dependence Graph 然後呢 去對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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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生出來的 code 跟它的原碼 原始的那個 原程式碼 然後去做一個 圖匹配的動作 然後呢 去算算看它兩個 那個 那個 PTG的相似度 那 這就是 呃 PTG嘛 PTG我分為說 你的Control Flow 跟你的Data Flow 都會有兩張圖這樣 那 很明顯 呃 上面放這兩張圖的意思呢 是 其實我也看不懂 那怎麼辦呢 那就慢慢看嘛 但是問題是 問題是呢 這個時候公司突然來了 一件很重要的一項工作 突然呢 就把我抓去出差 然後去那個 去暗場給客戶罵了 那 呃 我好像沒有時間做這件事情 那我該怎麼辦呢 欸 這個時候又是凱慶 他又幫我一把 你知道嗎 他又提出了一個概念說 欸 我們可以用 黑箱測試 不是 不是 不是馬英九的那個黑箱 是 對 是Blackbox Texting 然後 呃 具體來說呢 就是我們把 我們讓它還原出一份 呃 PHP Code 然後呢 我們就把Input塞進去 看看 看看它會不會 吐出一樣的Output出來 就可以知道啦 就可以知道說 欸這個程式碼 究竟跟它原本的程式碼 相似多了多少 那這也是一個比較 practical的做法 因為 呃 所以說 那我們只要使用黑箱 我們只要使用黑箱 我們只要使用黑箱測試 知道說 欸他們兩個能產出來的東西 一樣 那我們就可以判定說 欸 那這個decompile的這個 這個 這一次過程就是非常成功的這樣 那具體來說 該怎麼做呢 那我們要去哪裡找到 高品質的測資呢 那這個時候呢 我想到了 V Core V Core上面有各式各樣 海量的題目跟海量的測試 對不對 它一提就有大概兩三百個測試 那只要這兩三百個測試 全部都通過 我們就大致上也可以確定說 他們兩個程式碼的功能是一樣的 這個應該算合理吧 好 那我們呢 就在V Core上面 我就到V Core上面 一共選了31道題目 然後呢 去偷偷抄 那個上面有人已經寫好的Solution 欸 不好意思 因為我沒有時間寫 我沒有時間解題了 好 那我們去抄他的Solution 然後呢 把他OP Code 拉出來之後 我們丟給GPT去逆向看看 看看他能不能 他寫出來的 還原出來的Code 能不能也通過那兩百分測試 好 那這就是我們的Prompt嘛 我們就是這樣子寫 然後把底下 把底下他要的OP Code 貼給他 然後呢 GPT呢 他就會還原出一份 就是 對 就是他就會把 盡量的把Source Code 還原出來 那 通過了這項測試之後呢 我們可以發現其實 GPT4 在 呃 Decompile的這方面 其實是做得非常的 非常的非常的好 就是他有84%的機率 可以完全答對所有的問題 然後呢 也沒有任何的那個 Runtime Error的部分 那可以看到說 3.5 他其實 就會比較 LotsApp一點 這樣子 那他的錯誤率跟那個 Runtime Error的部分 就會比較高 那 畢竟我們是做 那個 Malware Analysis 我們是做那個 我們還是做 二一程式分析的 那我們是不是 還是應該要把 實際的 場合 實際的 程式碼 丟下來試試看 呃 那 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 一程也剩下兩個禮拜 然後呢 有一天呢 就是我剛剛在開頭提到的 那位 謝廷偉 謝同事 他呢 突然呢 有一天突然 神情凝重的走到我的 走到我的辦公桌旁邊 他就說 我發現 發現一件不得了的事情 哇 就是 Ian呢 這個傢伙呢 他非常的狠 他會 我們拉出來的 剛剛拉出來的那份OP code呢 其實他所有的 所有的jump 後面的位置 全部都是錯的 然後呢 他還會把一些 暫存變數的那些 編號全部打亂 去做一個 然後 還有 他會把 Literals裡面 例如說 Integer 就是他 Literals裡面 Integer的部分呢 把腳亂 那 怎麼辦 距離我發表這個議程 剩下兩個禮拜的時間了 那我思來想去呢 最終呢 決定還是 我們懷念他 哈哈哈哈 那好 當然不可能這樣子啦 那 我這邊要感謝廷偉 那他 他 他今天有來議程 不過他不在這裡 對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 Hunt他一下 去找找看他會出現在哪裡 因為呢 這個人 做了一件更牛逼的事情 他把整個 EAN裡面 的所有的 加密的東西 全部解乾淨了 這個人他用 純淨態分析的方法 去解了整個 整個 整個秀 然後包含剛剛那個 被混淆的部分 他也全部都解 他也全部都把這個算法解乾淨了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會場找找看他 對 也許 你們找得到 好 那就是 呃 畢竟是混淆過的部分嘛 那所以說 GPD他的 呃 答對的那個成功率確實有下降 對 那他大概還有60%的幾率 可以就是 做對這個問題 但是 呃 不要看說他只有60% 但是其實對於我們 二億程式分析來說 我們最主要的還是去看 那個程式碼的邏輯 那我會 我發現說呢 其實他在對於 呃 GPD在對於處理Jump的這個部分呢 他其實還是做得非常的好 就是呢 他還是可以把code的 呃 大致上還原出來 只是呢 他有一些初始變數設定 例如說 大家看到左邊這個圖 他把 Solution的初始值設定成 237的嘛 那 這很明顯 那你在答題的時候 那一定會錯 因為你的初始值設定就是錯的 但是呢 其實這個對於我們在 呃 研究二億程式的行為來說 其實 呃 影響並沒有到那麼大 因為畢竟他生出來的code 他的Jump 這些部分呢 他還是可以解得出來 好 那 GPT這麼好用對不對 但是我們 還是會遇到一些問題啊 例如說你今天 欸 我們今天實際在 呃 解客戶傳過來的檔案的時候呢 如果我們有簽保密協議的話 那 你 解出來的東西 丟上去 那一定是會被擠的嘛 一定會被客戶擠死嘛 那 我們 也不能做這件事情啊 那 呃 那我們 怎麼辦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想說 欸 那我們就來訓練一個地段吧 正好那個時候 Meta出事了 他的 LAMA這個模型呢 不小心露出來了 對不對 那我們當然就是要撈過來用一用 然後去 我們 是否能夠在我們自己地端的環境 去做這項 反編譯的工作 好 那我們就開始嘗試 那 為了能夠在我們這個 有線的硬體上面去微調呢 我們就是用 LAMA7B 就是他最小的模型 來做這件事情 那我們用Stanford提供了一個叫做 AlpacaLaura的一個指令微調的一個 工具來做 就是來fine tune他的指令 因為 不用這個的話 我們所需的硬體資源會非常非常大 那他可以把 我們訓練的 那個 就是 那個 那叫什麼 就是 GPU的Memory可以壓在大概 4GB左右 那我們就可以在更小的 硬體上面去做 操作這樣 然後呢 我們訓練了29萬份PHP的資料 那 訓練完成了之後呢 接下來就是大家喜聞樂見的Future Walk 唉 這個不得不說啦 因為 畢竟我們在我們訓練過後發現說 其實 你想要去訓練一個大魚人模型的話 呃 錢還是蠻重要的 可是我們好像沒有錢 可以去購買這麼高級的硬體啦 對啊 那沒有辦法的事情 所以說 就有點可惜 因為這個東西我們沒有辦法成功的展現給大家看 不過這個是我們未來會再慢慢去想辦法改善的一個點 那 來這個 這個 遇到了很多 很厲害的各界大佬人士之後 呃 就是也是有人給我還蠻不錯的建議 那我回去會再試試看再緊進這樣子 好 那主要是呢 我們還是需要更強大的硬體 還有更厲害的一些 呃 做法來訓練這個大魚人模型 因為畢竟我 我也不是AI專業的 所以說 可能還會需要再更多的 有更多的大佬帶我去 呃 去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這樣子 呃 那 哇 我講得好快喔 一程好像到這邊結束了 對 謝謝大家 好 那這一場我們看有蠻充足的時間可以讓大家來提問 那現在有沒有呃 有沒有會眾有問題想要呃 詢問兩位講師的 好 你這樣子講是會害怕喔 哈哈 沒有啦 問一下問題 就是呃 按照 按照經典的ChatGPT的模型 它有個很大的限制性問題是 呃 它引入了多頭專注的能力 就是MHA來保證我們的 詞分部假說是成立的 所以這會有個限制性是 你在實驗的時候應該會注意到 GPT4的API應該不允許你超過給 超過連續字詞 8K以上的字詞 那你實務上遇到obstication的script 一定會遇到要切stagram的狀況 那實務上你是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怎麼切會比較有效率 而且詞分部不會被打散 OK 那這個是 這個是要 呃 講到今天早上的議題 那他給我非常大的啟發 對 那我可以很明白的跟你說 我們目前還沒有做過 做出這樣子的事情 對 但是呃 今天早上說 就是有去問過那位 呃 早上11點的那個議程的那位講者 那他有給了我一些 呃 就是有給了我一些啟發這樣子 那就是看看之後 能不能透過他 就是把他的control flow graph 先做出來之後 然後透過就是那個圖 請看看我們要怎麼樣去切分 我們的那個OP code 然後再那個縮短他的token之後 然後再位進去給GPT 然後我們再看看說這個效果怎麼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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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這是Future World 那明年就可以又有一篇了 好 還有沒有誰想要來問一些問題的 OK 好那如果沒有問題 那我這邊有兩個問題想要請教一下 第一個是你們後面有提到說你們有做 有嘗試做Findetune 是 對 那我想知道Findetune前和Findetune後的效果 是差在哪邊 呃 在Findetune之後 其實其實還是有取得一些進展 就是他在完全沒有Findetune的狀況下 然後他連變數名稱這件東西 他都識別不出來 那至少在Findetune了之後呢 他有正確地去識別他的變數名稱 雖然他寫出來的code還是 差異還是蠻大的 但是至少他code了什麼function啊 他用哪些變數 他用哪些變數名稱之類的 他比較 能夠有一個比較有組織有架構的東西 丟回來給我們這樣 好所以在你們研究中 其實Findetune還是一個有用的一個做法 對 只是我們還沒有找到一個更好的方式 那當然如果底下有什麼類似 有專家或者是有一些人比較懂這個的 還是希望大家可以來教教我 對 那你們自己做的原模型加上Findetune的結果 跟GPT4比起來是 差很多 差很多 所以我們今天才會拿GPT4來講 對 OK 當然GPT4經過了很多的Findetune 他自己應該有很多的hack 有很多的資源 所以我想 這個也是很有可能會發生的狀況 那另外想要再問一個 就是在失敗的案例中 尤其是GPT4也失敗的案例 大概是什麼樣的狀況是他處理不來的 那這個也許就是我們人類的價值所在 其實他有一些地方 像是他在做那個 就是例如說大於等於 他在判斷就是你的運算值的時候 有一些例如說 你的不靈運算值 有些時候他會判斷做方向 對 那就會導致那些題目錯掉 但是其實就只有那麼一個點而已 就是我發現他其實跟原本的Code 還是非常接近 只是在一些運算值的判斷上他會出錯 或者是一些初始值的判斷上 他可能會有出錯的這個問題 這樣 好 了解 對 感謝講者的回答 那 想再問問看 現場有沒有人現在有想要提問的嗎 那邊有一位 請 好 想要請問一下 前面有提到說 用TrackGPT來驗證的過程是有先使用到 像是 LiCo上面的一些Code來做驗證 是 那 可是LiCo跟WebShow 或是真正PHP的Code 應該還是會有一點點的差距 因為LiCo主要是演算法 而像WebShow裡面可能會有一些API Code來Code去 或使用到一些不同底層的一些 檔案存取之類的這些方式 那 這樣子在實際上用起來的話 你的感覺會 差距很大嗎 其實 其實它對於API 不好意思 就其實它對於API的 對於API 或跟那個FunctionCode它的識別度 反而是比演算法還要更高 我們做出來的結論大概是這個樣子 對 因為其實 可以看到說 就是它在 太遠了 就是它在使用那個FunctionCode的時候 它其實在OPCode裡面都會直接寫 就是它的那個Prompt 它的那個形式就會是它Code 然後呢 後面塞了一個它Code的什麼Function 然後或者是這個Function指到什麼地方去之類的 它在後面都會寫得蠻清楚的 所以反而這個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 主要還是對於演算法 可能有一些運算值它會判斷錯 這是最大的問題這樣 好 好 還有沒有 惠眾有問題想要提問的 請說 不是 你會覺得它幫忙整理過後的Code 然後 因為它還是會產生一定程度的錯誤嘛 那 你會認為它有實際上加速你們的工作 還是它 因為它還是會產生錯誤 你們反而要去debug那個錯誤 而造成工作量上升 那肯定是有 因為在最一開始我們沒有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們是完全沒有辦法去看到它裡面在幹嘛的 那要閱讀OPCode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那至少有它這樣子大概幫我們順過它裡面Code 所有的一些邏輯之後 然後有一個比較可視化的一個 一個資料可以看 那對我們來說肯定是有幫助 對 請我再問 那你有打算請CodeGT幫你畫剛剛那個DG 就是那種Map之類的 這是個好提議耶 我回去試試看 謝謝大家的問題 還有沒有大家想要問問題的 不然我們要把講者放走了 那裡有一位請 我想要問的是就是 因為你後來是從LeCode拿測試 就拿大家寫的演算法 作為dataset 那為什麼沒有考慮 用VirusTotal的Hunting rule 去拿類似的PHP webshow 混淆過的來作為dataset 主要是在做黑箱測試的時候 如果你拿的是webshow的話 我們沒有辦法去驗證這件事情 因為你今天不可能說 我把這個webshow打開 然後呢我的電腦被hack了 然後就是代表說 這是一個成功的一件事件 不能這樣子搞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去驗證webshow 就是其實我一開始也有想到說 我們應該要去用webshow來 因為我們畢竟是分析webshow嘛 所以我們應該要用webshow來處理這件事情 對 要來驗證這件事情 但是後來發現說 就是如果要使用黑箱測試的話 我們沒有辦法做到 謝謝 所以應該問題主要是 從leetcode上面拿的 有它的測試的資料在 你可以去verify程式對不對 對 因為畢竟 當然我知道說leetcode跟 真正的webshow那個差距 肯定還是很大的 但問題是 我們沒有一個好的方法 可以去驗證webshow它的功能性這樣 好 很好的問題 那還有沒有 哪位會中想要提問的 誒 好 那你為什麼不用webshow的generator 為什麼不用webshow的generator webshow的generator 喔 你說那個 你說那個 寫webshow的那個AI嗎 那你可以提供幾款工具嗎 我想試試看耶 我等一下結束去找你可以嗎 對 他就拿一個USB裡面全部都死 對 可是我覺得可能還是會卡在同樣的問題 就是你居然用webshow generator 你generate 你decompile出來的webshow 你還是沒辦法跟原本的webshow 去比較相似度 或比較這兩個東西是不是一樣的 你還是要有個功能驗證的部分 所以除非我們寫了一個 可以去驗證這個webshow的正確性的 functionality 那我們可能就可以用webshow generator 來做這件事情 對 所以可能要做這件事情 會差一個模組在 對 是這樣子嗎 是是是是 您說的是 只是 對 好 還有什麼問題嗎 那邊 那邊 請教一下 因為你這一場跟 其實上天躺在哪裡的時候 說你到用到這個GPT 來操作一些難對的東西 那你們有沒有想到說 GPT的這個東西 還能夠用在哪些藍色的工具上 好 那因為我們這邊主要是在面對 惡意城市分析 那我們現在 像我們這個需求來源 主要就是我們想要快速的 一眼看出來說 我們這一坨OP code 是不是惡意的 那我們就是以這個角度去出發 因為我們如果 一行一行去看OP code也是可以 或者是我們花很多心力 或者是經費去買一個OP code decompiler 也是可以 但是就是額外的成本 時間成本跟金錢成本 那我們希望能做到的就是 導入像這樣的大型語言模型 讓我們可以協助我們 快速的判斷一個東西 是不是 我們判斷說它是惡意還是非惡意 這是我們主要的需求 所以我們應該 未來也是會朝導入這樣的大型語言模型 來協助我們做這樣的工作 那不管輸入來源是PHPOP code 或是我們平常在做 binary 二一層式分析 我們會面對的是 Assembler 那我們也會嘗試把 Assembler的資料 想辦法轉成 就是可以丟進去為了它 讓它輸出是我們可以快速做一個判別的 對 謝謝 對 雖然已經錯過了 不過上一場的講者是 利用在log的分析上面 對 和Camella的分析上面 所以這可能也是一種不同的應用 對 幫忙補充一下 剛好上一場要講 好 對 那還有沒有人有問題想要提問的 都非常歡迎 對 OK 好 那如果沒有問題 或你比較害羞 不敢問問題 那歡迎我們結束議程之後 可以再來到台前跟兩位講者討論 那我們這場議程就到這邊結束 那謝謝大家參與 那請大家掌聲再感謝一下兩位講師